3-2 广州恒大宝塔组合,用最精彩的爆发力,帮助球队完成逆转获胜,而在比赛中将苏苏宁开场8分钟连入两球,同样表现不俗, 尽管球队未能顶住恒打的狂轰乱闸,输掉比赛略显遗憾,但主帅奥拉罗尤还是给球员鼓励,而在赛后奥拉罗尤,一句话,说出了球队输球原因,此意,上半场将苏苏宁用开场的猛攻,将力足为稳的广州恒大打得猝不及防,8分钟连入两球,可谓完美的梦幻开局,并且在对攻中丝毫不落下风, 也让球迷们看到了罗马尼亚名帅的不俗能力,然而广州恒打的外援太强劲,恒大的三力进球,塔利斯卡贡献二射一传,完成逆袭取胜,而在赛后输球的一方,江苏苏宁主帅奥拉罗尤在新闻发布会上, 也表达了自己在球队领先的时候,没有改变战术的原因,他表示对手的攻击力非常强大,如果放弃进攻从而防守,对方的几名外援的穿透力极强,死守也是守不住,因此球队不能选择退回防守,只能继续进攻给对方制造麻烦, 但对方的外援实在强劲,塔利斯卡的能力和他预期的一样,是这场比赛的主宰者,奥拉罗尤,用一句话,说出了输球答案,对于这场使军力敌的比赛,江苏苏宁未能将完美的开局变成最终的结果,也让球迷颇感意外,但恒大的进攻力,的确很强悍,输掉了这场比赛,苏宁想要冲击亚冠资格也变得更加艰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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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